我們講到忍露 像新鮮經忍露先的故事 其實忍露並不是 其實大聖特別強調忍露是因為 故事跟忍露 因為故事是利湯 就是不跟眾生結善言不結惡言 因為菩薩道重點在利湯 如果是解透道重點在寄清 所以不太一樣 那就是你讓自己沒有煩惱就是 那我遇到煩惱的境怎麼樣 我離境就好啦 我離境 那這個人給我起煩惱 那我離開這個人就好啦 可是你菩薩道理不能離開人 你要不眾生 你不能夠離開眾生 那所以他基本上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主要你看 你看布施跟慈戒 布施跟忍露 這個是菩薩道跟解脫道 剛才我們講的最大的差別 那麼這個是 你想要利益眾生的心 這個容易 這個比較容易 所以基本上多數的人都有善心 那麼他希望 他希望能夠幫助別人 而且是學活的人 這一點不困難 不困難 甚至你把你多餘的給別人 這個更容易 但是大部分並不是你給人家 你多餘的 而是你給人家你擁有的 人家需要的 布施是基於他的需要 而不是基於我不需要 所以我給他 不是 但有時候的布施會變成是說 因為我不需要 所以我拿出來布施 這樣的布施也是有功能 但功能不夠 因為你不需要 因為我不需要 所以 或是因為我有多餘 我有多 或是我很多 或是我不需要 所以我拿出來布施 也是布施 但這種的布施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力量就不大 布施只要建立在 不是 不是我有沒有多 不是我去不需要 而是他去不需要 就是 基於他的需要 我來布施 而不是基於我不需要 所謂我布施 那是不一樣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忍入 那麼布施基本上 不施 不施你是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布施什麼 你要布施給誰 你要布施多少 這個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什麼時候要布施 你自己決定的 忍入不是啊 什麼時候誰要來 要來妨礙我 要跟我講什麼 我不能決定 他如果我心情好的時候 我送彩票的時候 你來罵我 那個時候我可能不以為一 對不對 那我現在生病了 又剛沒有工作 你還罵我 那個時候我就很正常 我就不能忍了 所以他是你不能決定 他怎麼說啦 要跟你講什麼 你自己沒有不施的 可是你不施你是自己 自己你願望的心甘情願 可是忍入是你心不甘情不願 甚至你都沒有準備的狀態下 他就突然這樣 那所以這個 為什麼說忍入功德 持戒苦恨所不能決 他重點就在這裡 可是這個就是修行的關鍵 這個是修行的關鍵 你能夠跨過這個坎 那麼 基本上 你那個心啊 你那個心的力量就很強 所以 你看我們看答案 答案有一份天 但是這個 他在這個密點裡面主用 這答案已經裡面主用過 主用 就是我們要取罪 取罪有無法 然後他就 他就講到說 如果有人回放我們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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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應該要 怎麼樣 這個金剛經講的 忍入先人 他說 他說如果有賊 他是講賊 然後這個是金剛經講的 忍入先人 歌力王 道理不一樣的 所以大聖經典 並不是也有的 因為 他就是都從奧巾來的 他只是把這個故事 他把它故事化 啊 或是給他加上比較容易提點的東西而已 他說如果有賊來 慈母 就抓著你 賊來抓著你 用巨子 割你的身體 這個忍入先人 這個忍入先人 其實這個 其實是 以前我都講的 然後 無等於賊 起惡面惡演者 假設因為他拿 拿刀砍你 拿巨子 巨你 刀砍還比較不那麼痛 巨子 巨那個是比刀痛是痛 那個弄幾百倍的 可是慢慢去 如果是刀砍是一下子而已 刀砍是一下子而已 如果巨子巨那個不是一下子 所以他是在形容那個痛苦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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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那修型的不是這麼難 本來就難 但是 基本上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們遇到 第一個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跟你的姻緣有關係 第二個 你會 你遇到什麼樣的人 會起什麼樣的煩惱 跟你的心有關係 就是你的業 你的緣 你的心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通常就是 心 此心 起願 起人 就是你 重點是你這個心 但是你的心是受到 你的業力 跟你的姻緣的影響 所以 你會 因為你的業 比方你生病 你就會有憂寵 你的 你的父親生病 你的母親生病 你一定會有憂寶的心 然後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會引起你什麼樣的心 那麼你這個心 又會遇到感 又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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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斷在遇到的 好 那麼有一些 那麼有一些 你過去你已經到過的業 你說好 你殺生 那麼 你殺生 你過去有殺業 那麼這個殺業會造成你短命多病 來 Pun嘛 你殺生 這種斷命多病 那麼 轉命多病 你的眼匳不好 你去看醫生 這個又被醫生騙檢 然後 這個 幫你手術 又把剪刀放在你的肚子裡面 又要手術去治療 反正就是 你的眼匳不好 然後 然後 花了錢又治不得病 或是花小錢 那麼 花大田自小屁 這就是你的緣又不好 你的惡緣又偏多 那善緣又偏少 這個意思 那麼你的惡緣偏多又會形成 因為你的心 你的心煩惱 又會讓你到惡緣 你的惡緣你遇到惡人 你遇到惡人 因為你惡緣多嘛 你就容易遇到惡人 你善緣多你就容易遇到惡人 好 那麼 你這個惡 遇到惡人 那麼你又容易遇到惡緣 這個惡緣又讓你 這個惡緣 惡緣所對的 惡緣所面對的一定是人 那麼你又容易 你又傷害這些人 那麼他又容易遇到惡緣 惡緣又容易遇到惡緣 惡緣又容易遇到惡緣 你惡緣到惡緣 不斷循環 不斷循環 你就沒完沒了 所以為什麼叫你要忍路 所以他叫你講自身傷害你 你不要說你惡緣 你用刀砍 不起煩惱都很難 還用惡緣去還不起煩惱 當然一下子做不到 我們哪有可能一下子做到 老實講如果是我我也做不到 不要說用刀 用惡緣去 單單一直停 一直停 一直停 不會都不會走 不會走啊你來我就惡緣了 是不是 我哪有可能到你去冰堂來啊 我 你開那你走啊他也叫人 啊來呢 就是 有幾次 平常我們還不會起煩惱 平常就鎖著他 不是太多人 進去房間 門關起來 茶餐拉起來 沒事了嗎 問題 最麻煩的就是 你很累 然後要很倒起來 就這個時候 通常這些都來自於我們心最脆弱的時候 就很麻煩啊 會起煩惱會啊 一個文字都會起煩惱 何況拿去的心理 那你怎麼練呢 這種心理都要慢慢練 你要有心 你要發育 有心 你要 你要告訴自己 其實就是 你的心 你的心 你容易因為這個心界 起煩惱 不管是什麼心界 只要起煩惱 它就是有助理 它就是有助理 不管有什麼原因喔 那麼所以 你 你未來 你不要因為這個 你要有業 成熟 不斷的造業 業就會成熟 成熟 它就會做果報 那麼 那麼業有根 散根根 你不斷的造作散業 散業容易成熟 你就會想成 你不斷的造作惡劣 所以我們剛才講 你這個惡心造惡劣 那麼惡劣的對象 那麼感到這個惡元 又惡元又來引起 引起你的惡心又造惡劣 又感到這個惡劣 你就不斷熟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 終止的動作 就是說 當 當你惡劣 在受惡報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可以終止 那麼 當然一再是沒有辦法 如果境界太強了 境界太強 如果你不能引進 那麼 你就不必 想辦法 演聽 如果你是不能不提煩惱 就是 那麼 你提了煩惱 不要造作惡劣 或是不要造 造惡劣不要造 重大的惡劣 克制 你說 他罵我沒有辦法 我不罵他 那你至少不要打他 那打了他至少 不要把他打中傷 那打中傷至少 不要把他打他 反正就像這樣 你要有一個克制 慢慢慢慢慢慢 越說越講 越說越講 你一下子沒有辦法做到不喘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一般從煩惱中 從煩惱中到煩惱清 從十左深到十左前 他基本上要做好幾年的休息工作 單單調補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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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控制你的煩惱 控制到不要讓他超越 會做三六道的煩惱 因為你會因此而受苦 就是控制你的煩惱 那麼 但是 一般你之所以控制不住 是因為你的心沒有力量 所以你必須要 沒有進階的時候 你要訓練你的心 你不要想進階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要訓練 他們那個時候訓練不了 因為 你平常不做訓練 那麼 進階來的時候 你忽然之間 要讓你的心不起煩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究竟就是 在沒有進階的時候 訓練好自己的心 就好像你平常不訓練 你就要去參加奧運 那哪有辦法 那你當然 你當然沒辦法 所以 你平常就要做訓練 所以 就好像賢壯大師 要去印度取經 欸 他是在長安訓練多久 勒 背著 背著鑽頭這樣走走走 因為他覺得要走 訓練很久 他才敢出去的 那一樣啊 我們這個經 沒有經過訓練 因為 基本上 沒有辦法對視煩惱 你甚至不知道 煩惱 什麼時候會 你已經起了煩惱 你甚至不知道 所以 透過 宋經明百道理 念佛 策發信念 那麼 還要怎麼樣 還要 還要 專注 訓練這個心 專注這個心 那你要有一個借戒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 你的心 沒有力量 你很容易 起煩惱 造作惡劍 所以 你一定要畫定一個範圍 不可以超出這個範圍 所以 五戒 它就是 五戒 它就是給你先畫定一個範圍 戒 是控制煩惱 預防煩惱 病 才是調伏煩惱 會 又是斷除煩惱 不提煩惱 那 你要到 斷除煩惱 不提煩惱 那必須要先 有力量 能夠調伍煩惱 你要能夠調伍煩惱 吃甜 你就必須 就是做 控制煩惱的 這樣的動作 才有辦法 那麼 預防 吃的煩惱申請 控制 現有的煩惱 不大大 你必須要做這個 你平常都沒有做這種 那麼 五戒然之間 這個 這個 有的煩惱 有的煩惱 然後是不斷煩惱 沒那麼容易 不可能 官務醫師 政務醫師 就不斷煩惱 不可能 唸佛阿彌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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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特定心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自己怎麼樣 第一個 當你知道你起煩惱的時候 你 你不要在當時不斷煩惱 沒辦法 起了煩惱正常 房屋本來就會起煩惱 起煩惱 回來之後好好講 好好講 因為大部分人不會講 大部分人 起煩惱很生氣回來 沒有定業 算阿 跟他計較 沒有講清楚 我告訴你 沒有那麼容易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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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也這樣阿 很生氣 很生氣 很生氣回來 好 結果我算了 忍耐了 好 你一天又來 又忍耐 你能夠忍多久 你不能忍多久 這個就很像劇之心 劇一點 劇一點 你當時給我死我還痛快 你這樣今天罵 明天罵還沒有 很像這樣劇一點 你忍到最後你就會覺得 你到最後就忍無可忍 無可忍 無可忍 然後你不發揮 你把我當兵嗎 那開始就會怎麼樣 爆發 那個就是什麼 忍耐 忍不住忍 所以一般有人會覺得忍耐 忍耐 心頭插一把刀 我告訴你 那個很錯誤 心頭插一把刀 連忍不住 那一把刀 不是插在自己的心上 那一把刀 是給你拿來什麼 算煩惱的 忍下面 心下面有一把刀 那一把刀 不是插在心上 是 拿來給你賺 那個叫做智慧的劍 你沒有智慧 當然你這樣忍忍忍忍 其實忍不是一下子完成 他必須 就是說 第一個 你有地面 那通常 我們對於 我們對於 別人的態度 跟別人對於別人語言的修律 我們比較不能忍 被打 那個有時候 算了就算了 所以一般講 立刀 立刀 割體 傷與恨 惡與傷人 恩難消 一句話可能 一三十年 一四十年 一輩子都憎恨了 就是 刻薄的話 因為有時候 人情煩惱了 就恨不得一句話 一句話 就讓人家痛苦一點點 什麼惡毒的話都講出來 那這個是煩惱的話 所以別人起煩惱 你不用跟著他起煩惱 但是講 講是不一樣講 講 聽見來的時候 不會不一樣講 但是這個要訓練 這個要訓練 那如果你沒有 就是說我們說 第一步先控制 先控制 我很深信 我知道我在深信 第一個 先控制自己 即使深信 你不要一開始就告訴自己 不能深信 我告訴你 那個 那個反而會 壓到會有副作用 第一次 你如果真的想罵 那麼 如果你忍不住 那麼你也可以罵 但是 不要罵得太科普 那麼第二次 你就忍住不罵了 要一次一次進步 所以我常常講 煩惱 學法裡面 煩惱第一個要對付的是 是深信心 當然第一個要先有證件 那麼有證件說 愛煩惱第一個要對付的 見煩惱跟愛煩惱 第一個要對付的是深信心 因為深信心的過分比較大 他對法 對修習的障礙比較重 比較重 所以你第一個要調補的是深信心 那深信心都來自 所以 三種冷 第一個都會耐怨的人 第一個是耐怨的人 天氣冷天氣熱 這個有時候我們比較冷靜 老實講 而且像文字經啊 就是 我們也 雖然生氣 但是也不至於一直對 那是文字一直生氣啊 你生氣可能是死的 你不能 你不可能 因為文字經你七個月啊 那是不可能的啦 對不對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因為天氣熱 你願這個 你願這個老通 一個月 也不可能 但是你有可能因為一個人講你一句話 你一年都生氣了 三年就跟他講話 那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 第一個叫做耐怨的人 就是 生忍 動生忍 對不對 如果動生忍 忍忍 忍 那後面那個法忍 其實就 也是 也是要忍 但是那個比較短的 那個比較不是那個長期的障礙 所以 自己本身是長期的障礙 如果 你還因為忍不了而造作惡怨 那個 那個就不是煩惱的問題喔 那個還有 裂的問題 我們有三個 三種障礙 煩惱 惡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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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講自身障礙 這是什麼障礙 那 基本上我們有三種障礙 三種障礙 反而我們不能得寫作惡惡 讓我們不受輪惡 煩惱 煩惱 惡惱 惡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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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惡惡 真好造作惡劣 這個惡劣是惡劣 惡劣包括貪成羽 那 惡劣就是火爆 火爆基本上就是輪迴 就近來講是輪迴 那麼 重點這個爆上主要是 三惡道 三惡道 那這個惡劣 當然就是包括 你做人 做人的時候 短命多病啊 貧窮低限啊 四肢變瘡啊 單獨發難 那麼煩惱 當然你有煩惱 那主要是見煩惱 但是如果 你 斷了身見 出國 出國還有貪生吃 你有天正心哦 你有 不是沒有 他會生氣 但是他生氣歸生氣 他不會氣很久 不會因為生氣而造作 三惡道的惡劣 所以我們第一步要先解的就是 你控制你的煩惱 不要讓你的煩惱 變成你要到重大的惡劣 那 你控制 你會悼劣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過度 那 這個要先控制 那麼你要慢慢 因為每一個人的範圍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範圍不一樣 你如果能夠提起三十公斤 你一定要訓練提起三十五公斤 三十五公斤能夠提起 這提起七十公斤 你不要一下十五公斤提不起 你不要飄到一百公斤的 你會被壓 你會忍耐 你會煩惱壓壓 你會被煩惱壓 那 不可以 每一個人都要認清楚 現場 我的能力到哪裡 但是 要不斷的增長 你不能夠說 學我之前 我聽到這句話不能忍 學我之後 我更不能忍 那就會破退 越血越客氣 學我之前 我不能忍 學了之後 我稍微能夠忍 學了十年 我還是這樣 那 你沒有進步 所以你必須要看著自己進步 之前 我聽到這個就很生氣 現在 生氣之後 我就會罵 現在 我生氣了 我不罵了 進步了 還是生氣喔 以前生氣一個月 就再生氣半個月 進步了 進步了 所以你就實際上訓練了 像以前聽這句話 那你還要 我們說過 你一般的人 遇到這些進階 他會忍耐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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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認為壞人 比較多人罵 我告訴你 壞人 反而很少人會去罵他 為什麼 罵也沒有用 而且 有些 因為他壞 所以不太敢罵他 因為你好 所以 很多人都會敢罵你 很簡單 我告訴你 真的是這樣 因為 因為你兇 所以人家不敢欺負 因為你好 所以欺負你的 就更多 這個有時候會這樣 那 所以 有時候 你 你在面對這些進階的時候 我們說過 你不能就說 我很忍耐 然後我賺了 我告訴你 你現在想賺了 其實你欺負你的性 也沒有賺 你回來的時候 你跟他還這樣 你會把前頭 就會加乾 然後 後天還這樣 你會加倍 一加一大 你惡 會這樣 然後就會累積 累積到一個 這個 這個成績就爆發 之前不是有一個 韓國的 韓國的僑生 然後在美國 校園殺死很多人 他就是在校園被霸雷 然後他忍 忍到最後 很多人都欺負他 他沒有辦法忍 他就拿槍去 去保護死很多人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不能用忍的 沒有 沒有 一開始要忍 但不能一直忍 你要用掛鐵的 因為 如果每一次都是新的 就是說 假設 假設 這裡有一個木板 假設我們講的 這個是木板 你現在壓一個石頭在這裡 他撐回去 再壓壓壓壓壓壓壓 壓到很重的時候 這個木板 這個桌子就會什麼 就會垮掉 做不了 但是如果你壓一個石頭 不管多重 他會都撐回去 石頭搬下來 再另外一個石頭 你就是放了一千隻 這個桌子也不會壞掉 因為每一次都只有五十公斤 每一次都只有五十公斤 可是 你上一次的五十公斤 沒有停掉 這一次在五十公斤 他不是一百公斤 他變成 兩個石頭 變成不是一百公斤 是變成兩百公斤 就好像 你現在拿一顆石頭 你手可以拿得出 比如說 你提一筒 五十公斤 你提了一天 你再加五公斤 他就不是五十五公斤了 因為你說手已經很痠 你已經忍耐那個 你的手 他 你即使加五公斤 或不是五十五公斤 你說五十公斤 加五公斤 是五十公斤 不是 你已經提很緊 提到手痠 再加五公斤 等於一百公斤 倒數 因為 你就壓壓壓壓 壓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處理完 那麼 留下不多 你留下十公斤 因為 有時候沒有辦法處理乾淨 那種恨意 那種理解還沒辦法去 但是至少 他減輕也很多 那你下次再來的時候 他不會加重到很重 你每一次處理每一次處理 所以 你這些境界 你時常看有很多 但是 他並不會對你造成很大的傷害 不會 他的傷害 他不會一直長期的傷害 但是如果你 你一直都是用人的 他變成一種長期的傷害 不耐久 而且 第一個 直接不能耐久 第二個 次數不能耐久 不能多久 然後 所以 你必須要回來的時候 你要好好想 那麼 你會發現到 就是 你 從頭到尾 把這個世界 不要當作你 你跳出來 你是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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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這個 現在有一個 比如說現在有一個林鎮 現在有一個林鎮 被一個人罵 現在把自己跳出來 你在幫那個人 如果你自己 角色進去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夾帶著群 那 你會覺得 我是被搭愛的人 所以 你這樣就比較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很清楚地看清楚 整個事情 整個原型是怎麼樣 就是說 你要回來 要好好的想 這個人 這個人 罵我的時候 我第一個念頭是想到什麼 那 我為什麼會這麼想 因為 你會覺得 我們人是這樣的 我們 當我們覺得 受到傷害的時候 我們 有意無意 會把別人 對我們的傷害 加重 會把我們受到的傷害 誇大 然後 這個時候 苦受會加重 苦會加重 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意識裡面 舉個例來講 同樣是一句話 同樣是一句話 你喜歡的人 跟你講 跟你不喜歡的人 跟你講 這句話的重量是不一樣的 這句話的重量是不一樣的 那 對你有恩的人跟你講 跟你有仇的人跟你講 這句話的意義也不一樣 同樣是那句話 那是什麼 很多部分 是我們自己加進去 所以 你回來的時候 一個 你當然要想這些問題 然後再想 這個事情從頭到尾 我的執著點在哪裡 我受苦的那個感受點 又在哪裡 那把這個東西好好想一想 你會發現到 其實我不 我不必要 其實我不需要 因為這件事情而痛苦的 我本來不需要 因為這件事情而痛苦的 那我為什麼 你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痛苦的 因為境界已經過去了啊 那個人的聲音已經過去了 那個人的態度已經過去了 那個人的傷害已經不見了 可是因為我把它直取了 所以 那個人的傷害一直跟著我 你回家來想一想 又生氣 生氣了又想 因為你越生氣你就越深刻 越深刻 你的感受就越強烈 你痛苦的那個 痛苦的那個 那個苦受就越強烈 那麼你就又越生氣 那麼這是一個循環喔 這是一個循環 所以 你當你把它講開了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釋放它 你會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緣生 那怎麼辦 難道我一直每天都要去被它欺負嗎 我要告訴你 就是此心此夜此遠 當你的心想要改變的時候 第一個 第一個 你的心一定要改變 你的心不改變 那我們剛才講 就是 有涅障有暴障有煩惱障 自身障礙 心 夜 我們受苦通常都跟這才是有關係 那麼主要是心 因為心會造怨 因為神手會造反這個眼 或是你的心肩肌也會造反這個眼 或是你的心肩肌也會造反這個眼 那這個眼又會來影響你的心 這個怨又會來影響你的心 好 那怎麼辦呢 假如說你說有一個惡人 那一個惡人 那麼第一個 你 如果能夠不起惡心 那麼 當然是最好 但是不能不起惡心 我們說說第一個要控制 所以夜定位就是這樣子 夜定位 夜 夜 控制煩惱 可是不起煩惱喔 沒辦法 他是控制煩惱 第二 就是調補煩惱 控制煩惱是調補煩惱 差在哪裡 控制是你沒有讓 你就好像火在燒 就是火在燒 你沒有辦法滅火 至少你把旁邊的樹都砍掉 沒有辦法 不要讓它破演的太快 不要讓它延伸的太大 就是站一個範圍裡面 讓它讓你殺到這裡就好 你不要再燒過去了 它會燒 因為你滅不了它嘛 那調補煩惱是滅火 你沒有辦法把它滅掉 但是至少 你讓它的火勢減小 火勢減小 那這個是調補煩惱 因為煩惱撐火 那到壞的時候才能斷除煩惱 它不起煩惱 就把火滅掉 它就不起來 那調補煩惱是 把這個火 火勢減小 沒有燒那個米面 但是它還是燒啊 那燒完了就好啦 等到燒完就好啦 但是控制煩惱不是 它你控制不了它 你調補不了它 所以你要 你要做決斷就是 不要讓它一直燒下去 越燒越廣 越燒越廣 不要 你要控制 所以基本上是 但是我們先讓這個煩惱 不要大到會去到三熱道的燒 因為你一旦到了那個燒 燒燒你就 你就要受爆了 你就有爆炸 燒如果疼走 燒如果疼走 你不要受爆 三熱道的爆 基本上都很長 可能幾百年幾千年 你忍耐不了 殺了一個人 至少都要關十五年 十五年 那燒燒金而已啊 那挺多三分鐘 三分鐘的燒燒金 或是你累積人 搶的燒燒金 你去殺人 你那個人 你至少都幾十年 那個才是火爆而已 火爆還在三熱道 所以 這一些 所以他講 忍入兼臉 當時如果不忍入 現在沒有斯加摩尼吾 現在沒有斯加摩尼吾 那你說 他造了什麼罪 他沒有啊 他在那邊搞錯傷害了誰 沒有他沒有傷害誰啊 而且 等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在這裡打坐 你來問我 我當然要跟你講 對不對 你來問我 那你在這邊做什麼 我當然跟你講 可是 不知道的人 就願意要 願意要 要拗我 又拐他的風 那 那要怎麼辦 那我又因為 先用身體嗎 也不需要 因為他不懂 因為他不懂 這個有點像什麼 你只要講 因為他不知道 第一個 他不是像我們一樣 我們知道 要修寫火爆 我們知道要不提稱認心 我們知道 稱認心會對我們 產生不好的影響 不但是影響我們現場 也影響我們胃 可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就好像 你很懂 很懂的人 不知道這個東西不能嘗試 吃了會影響 我們的身體 會讓我們容易生病 所以 以後我要挖更多的甜來買藥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藥不能吃 或是不能嘗試 可是他不知道 那我們只能約定他 那 雖然他不正對我 可是 這是因為他的煩惱 這是因為 因為他的煩惱 第二個 可能跟我跟他的影響 有關係 可能他的影響不好 影響不好 影響不好 你這樣很奇怪 就是 就好像 他每次要找你的麻煩 他有可能 因為是一個 你過去生的影響 第二個 你真生的影響 他有可能 並不是因為 你做不對做不好 所以他保養你麻煩 有時候是因為 你做太好 嫉妒你 或是 他感覺到 你會給到他 這個是很常見的喔 並不是 你做不好喔 所以 這部分 你如果 好好的去探察 到底是原因 出在哪裡 如果 如果 如果是因為他覺得 你威脅到他 那麼 你就釋放上 讓他知道 其實你威脅不了他 你只會讓他更好 這是把他 把他 把他 第二個 改變 第二個 改變 他對你的觀念 那麼這個 有時候要長時間 你要有智慧 你要有智慧 但是 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 不是 不是要去找 問題的音 我們只是講 解決問題 但是 你要知道 問題一定有 因有緣 你從那個 因緣下手 你是解決不了問題 問題看起來 但是解決 其實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啊 所以 真的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從那個問題的 因緣下手 那因為我們說過 心念言 第一個 要心改正的 是你的心 因為我們 習慣面對不好的境界 直接就是什麼 反抗 反駁 反駁 反抗就是什麼 你罵我 我也罵你啊 你打我我也打你啊 你打爆打 你撐爆撐 你罵罵罵 其實裡面是這樣講的啊 這個直接就是反抗 反駁 就是我們現在反回來 不要這樣 反駁 反駁 那麼 這樣 才能夠 就是你的心 重大解決問題 解決這件事情的問題 而不只是要 解決你現在的苦受而已 他突然罵我 讓我感到痛苦 我現在 不管用什麼方法 你要讓他不再罵我 就好 那這樣不行 你要罵出那個陰 那這一定有兩個 一個是他的問題 一個是你的問題 就是你的心 跟他的心 還有你們彼此之間的緣 那麼這個很重要 那麼你先要 你先要先安定你的心 第一個 讓你的心 控制你的心 有煩惱 讓這個煩惱 不要 不要這個煩惱發動 然後到做惡劣 那個惡劣 包括 口悅 跟深悅 打他 你冒他 你在背後設計他 你陷害他 反正是種種 那麼這些 這一些 這一些會讓 會形成 形成你的緣 跟你的願 那又會讓你說 你一直在這樣的狀態裡面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你的心 無知 所以多數人都是因為 無知而造量 那麼還有一部分的人 無力 你心沒有力量 所以你必須要培養心的力量 你要怎麼樣 智慧的力量 還有病的力量 就是說你要 你要 你要 常常 比如說你重心 你念佛 你持續 那是心有專注的力量 那你要奇怪 你的心專注在法上 而不是專注在煩惱上 可是我們很奇怪 我們 像我們學習佛法 那一句好的話 我們沒有反覆的講 但是別人冒我們一句話 我們會反覆講 我們會反覆講 這句心會很深刻 很深刻 然後一直在那邊 研究 一直在那邊 分析 他怎麼會這樣冒 他怎麼會這樣冒 他罵我 他在 他在動人之前 這樣冒 你就一直分析 然後一起研究 那麼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 這個 這個惡法對你不一樣 這個惡法論心 當然就是反覆的力量 所以 你要 就習慣 你的心專注在法上 那 就是我們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要培養這個習慣 常常要 常常要 背誦自己 當你習慣在這裡 你就忽略要提他的機械 不管好不好 孔子文造業 藏體三月 平肉味 他們心專注在那個音樂上 吃的肉都不曉得肉的味道 如果你專注在法上 別人罵你的話 你根本 有聽也沒有懂 聽懂了也不放在機上 為什麼 你在心裡面都是法 這很簡單 你哪有可能 這都是 一張佛陀 佛陀 你要佛陀有多少人 要去罵他 你知道嗎 多少人去挑戰他 動不動就去罵他 你如果看 阿安心跟立點裡面 那個外套 常常要去找他挑戰 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一起罵他 罵了很久 佛陀就停 佛陀真的厲害 他不生氣 很多人危險啊 你如果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把你碎十萬萬 練習這樣這樣 胡麻灰枝啊 怎樣怎樣 練習這樣講這種話 很話 佛陀也不生氣 佛陀共物好管 佛陀力量很大 他也不生氣 他只是七七七七 然後等他講完 再跟他講 我告訴你 在這個世間上 沒有你可 可以把佛陀 善他怎樣怎樣 然後講完再跟他講 你講道理 他還講回答他 你講了道理 自己哪一邊哪一邊不對 怎樣怎樣 那甚至他的弟弟 跟他講 他聽了佛陀一些 直視無視的問題 那佛陀不回答他 他說 如果你今天不回答我 我就不出家了 我不跟你休息 佛陀也不生氣啊 佛陀就跟他講 你出家了 你當初要跟我出家的時候 有談這個條件嗎 有說 有說 你出家我要跟你解釋這個問題 沒有 那現在你怎麼會說 你怎麼會說 你我如果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你就不出家了 你就不再休息了 不再休息了 所以 你當初要來休息 要來出家 並不是先有這個條件 那 其實有沒有人講話很平和 而且 有一個人一直在去罵佛陀 佛陀就聽他講 佛陀聽他這樣講 罵完了之後 他只是跟他說 如果你 如果你送禮物要給別人 別人不收怎麼辦 因為我就自己帶回去啊 你剛才送我 如果送我那麼多禮物 我都用不到 你自己帶回去 那他罵他 他也沒有講什麼 那當然我們不是佛 我們會有一個直接反應就是 我們不是佛 佛做得到 我們 我們又不是佛 我們哪裡做得到 錯了 你做到你才能成佛 不是你成了佛你才能做到 那你不是要學佛嗎 學佛是你要學的啊 對不對 你不是要學佛嗎 學佛不是要成佛嗎 你說我只學佛我不成佛 那你叫做什麼學佛 學佛就是要像佛一樣 從一分像 從完全不像 到一分像 兩分像 到百分之百一樣 這個就是這個過程啊 這中間可能要三百名 三千元 三大根基點 會不會 可是 你總是 免為其然的一步一步學 所以你要看著自己進步 那麼 這一部分是很大的一部分 忍路 忍路不是大聲特有的 不是 是大聲特有的 但是不是只是大聲丘 小聲也要丘 只是他們沒有特別強調 你看阿岸基裡面就講啊 佛總也跟弟子講的 要忍路啊 你以為 你以為 佛總就拜他都攻擊他啊 沒有 很多人罵他 西林老爐上 弟子號稱有一百多萬 那一些將軍大官 執行太后 都丟理他 可是 到後來被洪衛兵 這樣用腳踹 以為 西林老爐上 一點真心說不定 他就是路線 然後到哪裡 到最後冠天 他又被他的弟子 說他藏了很多錢 所以洪衛兵 抓著他 打他 讓他把錢交出來 他也不棄他地 他的宿者 因為他宿者可能也被打 打到受不了 就說 這個軍勞戰 有殘血 所以洪衛兵就拿來 就要打軍勞戰 踹到軍勞戰 踹到軍勞戰 踹到島嬌軍 是誰又把他扶起來 又踹了 你看他的西多厲害 他可以 他可以被踹的當家 錄定 錄定到哪裡 錄定到過半天 沒有 如果心不專注 沒有辦法錄定 心專注就是專注在法杖 在這個時候 還能夠幫助在法杖 實在有多厲害 我們不要說這樣 我們就是先退下來 沒有 進階在當田喔 進階當田的時候 其實 我們的軍勞案難 那麼進階是我 我也沒辦法啦 不講 進階太強也沒辦法 我都退下來的時候 一個人的時候 冷靜好好的 想清楚的 把那種不好的心 慢慢退去 再來面對的時候 那個力量就有了 可是我們通常 一般冷靜沒有充滿 忍耐是壓縮而已 壓縮而已 壓縮而已 下次再面對就爆發了 所以 你一定要回來的時候 要好好想 好好想 想清楚 但你會看不到自己 把這些任何 釋放掉 釋放掉 你會想清楚 第一個 第一個 你跟他不一樣 看起來 看起來 你是受他傷害的人 實際上 他是事實傷害自己的 那麼你實際上 你會發現到 沒有人能夠傷害你 除非你自己厭倫 他挺多 他挺多 最多最多 你傷害你的身體 他沒有辦法傷害你的心 真的 除非你願意 你的心門沒有打開 煩惱進去 所以 除非你又沒有人能夠傷害你 你說 他罵我 他罵我就傷害你 他罵你 他罵我 你說他傷害他自己 為什麼 從現前來講 第一個 他做煩惱的 他控制不了煩惱 他調服不了煩惱 更不用講幹部煩惱 那麼 他不斷地 起煩惱的造惡惱 誰會受苦 他會受苦啊 他會受苦啊 他一直 重要是 重點是 他 他甚至不知道 他在起煩惱在造惡惱 他甚至不知道 我們頂多 我們 一般我們講 造惡惱最主要是因為 五一支柔造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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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一直造 一直造 沒有瓶子的時候 我們知道了 我們頂多因為 無力和造惡 我想不罵你 但是我控制不了 可是你 你知道 你知道 罵你是錯了 但是錯不了 控制不了 我還是罵你 這個叫做無力和造惡 那麼無力和造惡 有忠實的時候 因為你會想辦法 你會想辦法 避免自己在這樣 如果你沒有想辦法 那這個就是什麼 你會一起重複 那個力量會越來越強 到最後無力也會變成無知 你會覺得正常 大家都這樣啊 本來就這樣啊 我覺得有很多人會理直氣壯 我又不是萬一出張 我是眾生 本來就會體難 所以 我打人罵人是正常的 所以 你被打被罵也是正常的 你受苦是正常的 所以 你這一點 你沒有認清楚 你會認為 為什麼 都是我在受苦 為什麼 學果的人 都要被 沒有學果的人欺負 為什麼 發菩提心的人 都要被 為什麼發生 就該我受苦啊 你很容易會這樣想 你很容易會這樣想 像以前 我剛出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就是三十年前 因為我出家是三十年前 然後出家之前 十八歲出書 就六十年前 我二十八歲出家 四十年前 這個時候 吃素的很少 如果你吃素 人家一定會笑你 各種 各種言語的笑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就講清楚 他不懂 你不要跟他一般之交 一旦知道你吃素 就開始嘲笑 講那些有些沒有的話 啊 很多啊 現在不是啊 現在吃素是 這等於事件區域 那 這個時候你要跟他 你要跟他計較 計較 他不懂 他不會 你不用跟他計較 以後他就會知道 那麼現在他煩惱 他沒有辦法 控制他的煩惱 他是可憐的人 你不要像這樣 你又知道這個道理 而且你能夠知道要控制煩惱 單單 單單這種善根 我告訴你 都要休很久 真的 你想想 從我們開始絕果 從我們開始絕果 只要要控制煩惱 到你 很生氣 但是你能控制住 我告訴你 沒有幾年都做不了 真的 不然你看 功夫好一點 功夫好一點 功夫不好了 我告訴你 三十年的時候 還在那邊很忍忍忍忍忍 他還是控制住 他還是有煩惱 但是他不會動自身 他不會動自身 他不會罵出來 單單這樣都要修很久 那你已經修到 表示你是跑在他前面的人 你是跑在他前面的人 那你跑在他前面的人 後面的人罵你 你不用太在意 因為他就是 他沒有 他不到你這個境界 所以 所以 你不用跟他一般見識 你不用太過跟他計較 你如果你有能力 如果你有能力 你就引導他 如果你沒有能力 你儘管往前走 就是這樣 所以 一般來講 就是說 當我們對這些不好 第一個 叫奈怨愛人 他放在第一個 冷路 尤其是言語上的冷路 態度上的輕薄 這個我們很難接受 所以第一個 是奈怨愛人 你如果沒有經過奈怨愛人 你不太能夠得益症狀 因為煩惱本身就散到 那麼你這個煩惱到又惡劣 這個意願又散到 這個意願前手做三六道的火爆 你沒有控制好 造了三六道的人 造三六道的人 造三六的火爆 這個爆炸更久 更久 那你跟他們不一樣 你不是要跟他們一起輪迴的人 你也不是要跟他們一起輪迴的人 所以你不用跟他們煩惱再提煩惱 不要因為別人的煩惱而提煩惱 也不要因為別人的惡念而造惡念 不需要 不值得 你想清楚呢 你會很容易叫自清 但是有時候 那時候沒關係 你就先離境 沒辦法離境 你就先忍耐 回來之後要好好講 講清楚 想明白 想到自己真的自懷 那個時候才可以 那你在當下沒辦法講 沒辦法講 就是你退回來 那麼好好冷靜下來 要冷靜下來講 那麼好好把這個 嫌疑後果 那麼 把這個道理想清楚 想清楚的自懷 你心裡面再不怨認它 或是沒有那麼怨認 那麼就 我告訴你 道理越想越清楚 力量會越來越強 那麼 當你的法越來越有力量 煩惱 煩惱就不容易自作 那個有一點叫做 你的心越來越深 好像那個煉花裡面 奈你絕過 那個煩惱太粗 沒有辦法附著 這個煩惱太粗 你的心附著不了這個煩惱 一下子就滅落過去 真的會這樣 那麼 不同的 休息到不同的層次 有不同的煩惱 那麼 首先要說的就是 稱認心的煩惱 稱認心的煩惱 如果你對視不了 後面的都不要講 因為它是最粗的 它是最粗的 所以 你一個 你一個一定要先修忍 忍 忍這兩隻大陣 但不是大陣 只有大陣 忍 忍也要修啊 只是因為忍為什麼那麼重要 只是因為不太要做動作 而且特別是那個 剛搶難搶難補的重心 那一些都是會照額遠的 挺煩惱的 不搶照理的 那你說 那這一些我不要 就屠傻不 屠傻漏腦 都沒有針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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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一定是 我們說要先控制 控制這個煩惱 下來的時候 要好好講 想清楚 想到你自己釋懷 那如果你一這樣子想不清楚也沒關係 你先去念 第一次一定想不清楚的 我告訴你 第一次一定想不清楚的 可是你習慣如理思維 你習慣如理思維 接下來就想 你會越來越清楚 心會越來越有力量 那麼想到 境界當下你就會起這個念頭 所以境界來 馬上就什麼 馬上就想不清楚 你知道 這個人在罵你 但是你看到的 你想到的不是我怎麼回屈 不是這個人的煩惱像 這個人 一直起這個煩惱好可憐 不是我一直被他罵 忍耐我好可憐 我好冤枉你這樣講 這樣講的時候還沒有 這樣講的時候忍耐不久 因為我是佛教徒 我要忍耐 我好可憐 不是 那個人好可憐 一直在西班 沒有辦法調理 還好我有學 我知道怎麼調理 我知道怎麼 怎麼不知道惡意 他不知道 希望 你會發願喔 不然像事情一樣 你會發願 希望他早一點可以遇到喪失事 希望我有能力以後可以幫到他 這個心完全不一樣喔 這個時候你就沒有什麼忍不忍的問題喔 你沒有忍不忍的問題 你只有你的力量強不強 希望我早一點有智慧 我早一點有力量 我跟他有善能夠幫到他 雖然他罵的是你喔 可是 你不覺得你被罵 你只覺得 你知道他在罵人 但是你的重點不在於我被罵 而是 重點在他罵人 他起煩惱 他照願 那麼 你不是覺得你被罵 而你只是覺得 他會罵我是跟我有緣 希望 我 也沒有辦法度無緣的眾生 那麼 希望這個惡緣 早一點轉成善良 那麼 我要趕快爭取我的力量 我好 我才有力量可以度化到他 欸 你這個心生起人的時候 你有什麼忍不忍 你根本就不會忍 也不用忍 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怎麼樣 都更努力 我才能夠幫到像他這樣的眾生 跟我有緣的眾生 所以你要回來講清楚自己就不會了 所以你面對每一次的惡劍 你每一次都倫理思維 一開始是要退下來 退下來 才能夠倫理思維 慢慢慢慢你的心願很清楚 境界當下 你就能倫理思維 真的 這是一個過程 你們慢慢訓練就會知道 好 今天我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回向